我叫雅 我与先生住在远离喧嚣的海边小镇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这是我从小便向往的生活 家的整体是现代日式风格 房子朝南 四周无遮挡 窗户多 一整天都很明亮 从玄关入门 首先看到的是开放式厨房 从厨房能看到一楼的全貌 厨房的中导与厨柜之间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平时我们都是一起做饭 饭后一起收拾 榻榻米市是我们日常休闲娱乐的场所 从这里我们能看到小院的四季 洗漱间 浴室 厕所 都是干湿分离 楼梯与厨房之间做了条高设计 利于采光 同时在视觉上给人带来宽阔感 上了二楼 首先看到休闲阳台 走到通往各个房间 健身房是我们日常运动的地方 从跑步机上能看到户外的田园景色 书房是我们在家办公与学习的地方 寝室整体片简约风 寝室外是生活阳台 我喜欢研究收纳 家中的收纳都是我规划的 在设计收纳时 我会尊重另一半的生活习惯 考虑适合彼此的最短动线 让取物变得简单 效率 目前整个屋子 都基本搭载着智能家居 这些是我们一点点的挑选 规划的智能家居 智能科技融入生活 会给生活带来诸多便捷 也替我们省了许多时间 转发赶金 制作 farmer 静大海 Ich查看 chili 又've 笑容 完成了 屋外是田园景色 屋内是智能家居 两者相辅相成 我们都很喜欢绿色植物 并将花园按风格划分成了 和风小院与月季小院 和风小院位于榻榻米市外 里面种了樱花树 修线菊与枫树 还有先生DIY的流水金鹿 月季小院位于停车场 里面种了二十多种月季 与十几种香草 每年的春初到秋末陆续开花 我们还在月季小院里DIY了一个凉亭 天晴的时候可以一边泡茶 一边欣赏花开 我们自己设计 并自己装了院子的夜景灯光 每天太阳落山后会自动亮灯 照亮整个花园 从屋内能看到花园的夜景 我们可以一边吃饭一边欣赏 也可以一边泡澡一边欣赏 夜晚因此变得更有趣 我们在繁华的都市中努力奋斗 然后在大自然中寻找心灵的慰藉 大自然也教会了我 何为生活 你会见到我 你一定会见到我 你会有型的 瘫子员 我都不太愚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